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三讲的一个讲解 用数据库IDES的数据库管理 前面我们讲到了实例管理 在实例里面可以创建数据库 接下来就要介绍实例里面如何创建数据库 以及如何管理数据库里面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一个演示 我们看一下演示的内容 首先是创建数据库 如何创建数据库和创建账号 在上一节我们已经讲过 在什么地方创建 那么数据库的授权 创建好了这个数据库以后 我们如何去安全的使用这个数据库呢 那么如何去上号授权 如何修改密码 以及如何去授权IP 另外IP如何去授权管理 就是IP的白名单 那么最后如果我们不想用的话 如何去删除数据库 甚至备份和重启的数据库 这么几个基本的操作 接下来我们切换到 我们的阿里我们的管理控制台 好又回到我们刚刚那个界面 RDS TES01实例 这是我们创建的一个按量付费的 一个RDS的一个实例 MySQL的 那么进来以后我们看到 左边信息 基本信息下面就有一个账号的管理 那么从这里面进来 首先创建一个账号 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两个菜单 一个是创建账号 一个是创建高权限账号 那么什么是高权限呢 高权限与普通权限的区别 在于说高权限可以创建完以后 我们这个账号又有更多的 更高级的权限 比如说我们通过命令行 可以创建数据库 通过命令行可以创建用户 那么普通账号呢 那么只能在管理空台来创建 比如说我们数据库账号 叫dbuser001 这个可以指定 那么数据库 拆拆现在没有用 我们还没有数据库 那么再接些不管它 那我们这个密码可以创建 自己输一个自己 觉得比较安全的密码就好了 那么通常的这块要要大小写 字母大小写和数字和特殊字符呢 相结合啊 极高安全性 否则的话呢 这个数据库里面的内容 容易被黑客盗取啊 这是啊 为了安全 我们一定要把密码设置复杂一些啊 而且这个密码呢 不能去明文保存到其他的地方啊 防止先弄 好 备注啊 这个随便可以填写一个啊 也可以不写啊 就是第一个用户 那么点击确定 好 这一个账号就已经创建好了 那么创建了账号以后 我们当然可以去重置密码啊 假设忘了密码可以在那儿重置啊 非常的方便 那么可以修改缺限啊 就是对数据库进行授权啊 那么这里面可以我们先创建一个数据库 等下来这里去授权啊 数据库 现在是空白 那么创建一个数据库啊 就是数据库就db的名称啊 我们由可以由下线之谋啊 数字下滑线啊 中滑线来组成 我们叫做database 001 好 这是我们的呃 数据库 那创建数据库时候可以选择支付级啊 根据我们应用的不同 可以选择一下啊 是中文的还是UTF吧 通常如果是第一次创应用的话 我建议大家选择UTF吧啊 这是一个啊 目前公这个比较公认的啊 比较通认的UTF吧 这个unicode的一个支付级啊 支持国际化啊 非常非常好啊 这个将来你就省得去再去再去改了 如果是只是啊 针对国内的用户的话 啊可以选择GBK啊 但是呢 UTF也可以支持GBK的编码的一个格式啊 中文的汉词都可以啊 全球的语言 数据账号 我们可以直接选上刚刚创建的 DBU3001 那么可以看到了 创建数据完了以后 它就可以去使用 那么账号类型可以选择读写还是直读啊 这就跟我们上一节讲到的直读实例啊 有关了 补充啊 备注说明啊 这个这个我们可以随便选择一个TB001 确定 好 这个正在创建中啊 需要等一下 它就会啊 创建好 我们可以看到一下这个连接的信息啊 有账号啊 有数据库啊 那么已经创建好了 那么现在看一下我们如何去连接数据库呢 是吧 有了基本信息啊 有了账号 有数据库 那连接 我们看一下 默认情况下 数据库是创建完以后 它不能不允许任何人去连接的啊 啊 除了这个DMS 要不然的话这个会不安全 那么设置白名单啊 这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信息 就是默认的话 是啊 local的一个信息 就是本地 只有本地可以连接127.0.0.1 那么如果我们需要去添加一个新的IP要连接的话呢 必须在这里面专门去输入啊 手工输入 我们要啊 允许连接的IP清单 然后才可以啊 负责的话是啊 连不通的 那这是IP层面的一个安全 好 这是啊 基本的数据库和账号的一个管理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修改密码我们刚刚看到了 然后内外网IP啊 其实说我们在这里可以切换啊 连接信息啊 那这个基本信息里面啊 我们可以说外网地址 我们可以去申请啊 他要求你必须去啊 设置白名探啊 负责呢 不允许连接啊 申请外网地址 因为外网地址的啊 是非常的啊 非常的危险的啊 就允许公网去连接了 默认的情况下的IP呢 我们推荐说 只允许内网IP连 就是用阿里有的 容输区库ECS去连接RDS啊 这样的话不需要去 对所有的公网开放 安全也更高啊 那如果说我们切换这个方式的话 切换完了以后啊 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啊 外网的模式啊 就另外切换中啊 切换完了以后 他的连接串就变成外网了 就是我在啊 本地 用我的本地PC 也可以连接我的RDS啊 是这样一个区别啊 用起来的功能呢 是一样的啊 除非是需要 否则的话呢 不要去这么做啊 这么做的话会会降低安全性 啊这是一个切换的过程啊 非常快 你看现在已经已经切换完毕啊 它就变成啊 设计内网地址 因为贴身就啊 有了呃 外网地址啊 设置白名单以后才可以使用啊 比如说我们设置一个白名单 随便切加一个IP地址啊 分组 比如说group001 我们设置IP2012.30 啊 30.20.211啊 确定啊 这就是我们增加的一个随便增加的一个地址 那其实为了是没有意义的啊 为了真为了显示这个地址 为了显示的连接串 我们看到外网地址是这样一个一个啊 地址 那这个地址就可以作为啊 埋塞和连接工具里面的啊 host name啊 可以去使用了 那么同样我们可以去啊 备份实例啊 点击备份啊 那么写的物理备份还是逻辑备份啊 那可以去 实例节的备份啊 写的备份 那其实就啊 就正在有一个有个任务 一会儿会产生 在备份恢复里面啊 如果这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数据备份啊 当然我们还可以设置啊 自动备份啊 每天呃 周级还是几点钟开始开始备份 好 这就备份的一个操作 那么当然如果我们需要的时候 可以进行啊 数据库实例的一个重启啊 重启实例 点击确定就开始进一个啊 restart的一个实例 好 一般情况下不要点击这个操作啊 因为数据库我们在后端呢 咱们有呃 这个db去维护啊 也不需要重启啊 这是一个刚刚的备份的一个进度 那临时备份 好 那么这就是一个基本的管理空谈的一个 呃 一个演示 那接下来我们那先介绍一下这个 dms啊 就是 它是一个房屋那个管理管理空谈的一个工具啊 数据库管理的系统啊 啊 从外部的服务 支持呢 我们的啊 mysycle sql server 和postgreSQL 啊 以及ATS啊 另外一个分析数据库啊 数据员 那么还有万文的虚击啊 也是可以的 这是dms提供的功能啊 大概功能就是在里面有这个 这个明天行的窗口啊 sql语句提供表索引四图 重铸过程函数出发器世界的管理功能 以及整段报告啊 实时性能啊 绘画啊 等全部信息啊 这就是我们通过一个web界面 去整个去管理这个啊 数据库的一个所谓的操作啊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也试一下这个啊 dms啊 也是的内容呢 大概包含了这么几项啊 创建表啊 修改表以及试图 还有参看一下数据库实验的一些信息啊 诊断的报告啊 性能绘画以及表的统计数据 好 我从这里呢 去去登录数据库 啊 我们看一下我的账号叫做dbUX001啊 登录数据库啊 默认的就会把这个地址呢 啊 下到这里叫做db uX001 然后收密码 好啊 这种密码确定 好 这就是一个dms的一个管理界面啊 从上面可以看到我们啊 所说的这个啊 sickle语句的窗口啊 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啊 当前看到就是一个我们的数据库的实验的名称啊 数据库名称db tdbs001 那么这里面其实啊 没有表啊 那么可以去来到创建表啊 创建函数啊 创建试图 从我sickle语句 也可以输命令行啊 这里面啊 可以输 然后实验的信息 我们看到啊 实时的啊 这个信息啊 数据库状态啊 可能操作 协程和网络啊 详细的参数说明呢 其实在这里面都有啊 大家可以去去参考一下 那么啊 数据库的压图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创建表啊 所以这个还看不到啊 实时的绘画 我们看到当前连接数据库的IP地址啊 以及它的连接状态 这是house就是扣端的IP 我们通过dms连接的数据库 哪个数据库都显示的名称 然后状态 目前是slip 就是在休息的状态 那么还有一个在之前一个查询啊 就是就是这样的啊 可以看到我们的收换的信息 那么整个可以看到是说 它像一个啊 整个mysac管理员啊 db数据库管理员使用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工具 能够看到我们所有的啊 这个数据库的状态 那新界表的话呢 同样啊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输入我们的这个表的表的这个名称啊 它的类型 然后我们都都是int啊 试一下int对吧 长度啊 这个其他都是默认啊 然后保存 输入表明 配保 点击1 好 确定 好 它会生成一个sql语句啊 默认了utf8的支付级 然后已经是inodb 点击确定 好 那一个数据表就创就成功了 那么打开表以后可以在这里面插入数据啊 那当然需要说要求一个啊 要求一个组件啊 添加索引 列信息 好 索引类型 我们先组件就好了 好 然后就每个表必须有一个组件啊 否则禁止插入 好 打开表 打开表的操作 好 这是一个打开这张表呢 所有的这个这个界面 那我们可以增加一行数据啊 比如说1 啊 这个是1 对吧 然后可以再增加一行啊 2 第二行 啊 那这个是R 好 提交修改 啊 就insert into的一个简单语句 然后确定啊 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已经重担了 好吧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呃 表的一个操作 那同样如果我们想创建一个试图的话啊 那么需要怎么需要怎么创建 那其实也是一样啊 其实我们去新建一个试图 那么新建试图名称定义啊 然后我们基于哪一个表去创建啊 最后呢创建出来试图呢和表是一样的啊 只不过是试图的概念呢 那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MySQL全款手册 试图是一个表的一个一个查用的结果集 它只能去查看啊 不能去不能去写啊 这边情况下是实践跟区别啊 同样的那些啊 函数啊 触发器啊啊 事件也都是可以支持的 可以在线去操作啊 这就是一个DMS的一个详细的啊 讲解啊 大家可以啊 去实际的上啊 自己的账号里面去啊 做一个测试 好 那除了这些呃 管理控台DMS的这个这个 这个连接的话呢 其实使用数据扣 最常用的是用客户端工具来连接的 那么推介两个功能 两个这个产品 一个是 马克平台下的这个啊 screen pro这个这个工具啊 都是免费的 大家可以从这个网址呢 去下载啊 连接方法和连接MySQL 是完全一样 我们拿到这个 啊 连接窜号是内谋啊 那么有端口号 有用户名和密码 直接去连接就好了 那么一区别是说 RDS默认为了安全呢 有了这个IP 白名单的一个限制 必须先售取IP 然后再去连接 否则是啊 网络是不通的啊 这是一个主要区别 那么Windows平台 有个MySQL的front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啊 也是免费的 大家可以下载去连接啊 使用起来和普通的MySQL 没有任何的区别啊 好 这就是啊 本节的全部内容啊 谢谢观看